好了 我生爹忘记了 大家帮帮忙 如果喜欢吃榴莲的朋友 特别是猫山王 碧莉哥 为什么你今年不做 其实有很多 不做 周街也是不搞这些 真的有个好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卖的猫山王 我忘记说了 我们卖开的猫山王班戟 猫山王大福 还有猫山王麻糬 现在是七折清货的 七折 即是五、六十元一盒 猫山王 为什么 为什么有清货 因为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月饼 好的 猫山王月饼又到了 猫山王月饼 我吃过很多个月饼 顶级 大家都说顶级 为什么这些好吃的东西 当中有个秘密 我这里是 我不能用不足为外人道 我不能对外人而言 我们不能犯 我们伟大习主席的 意气风法 那样东西 其实中文 中文的词是很坏的 很多是有很多感性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不是不足为外人道 是不能于外人而言 我们这些猫山王月饼 每个吃的都是天下第一 就是有利了 这么快 一年容易有中秋 端过了之后 接着就回答 很快就回答 下至 接着就回答中秋 我现在还未下至 这么快就说中秋 正所谓行船争解纳 月饼饿先 我们要清掉那些位置 即是多少钱 我大约 应该是五十多元盒 因为我七折 就当是一百元 六十多元盒 麻薯和班戟 五十多元盒 这个大福 这个是批发价 OK 班戟大福全都很棒 很棒 其实 有些人说大福和麻薯有什么分别 班戟就不用说了 大福就是糯米丸子 里面有个猫山王心 其实麻薯也是糯米做 不过它比较柔的 就是台湾的麻薯 烟硬一点 弹牙一点 其实各有各好吃 一般人 我们最好买的就是麻薯和班戟 但是有些人喜欢吃糯米丸子的那种糯米 就是那种 你明白吗 就是大福 就是日本人 都是好吃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吃里面的猫山王 不是普通榴莲 不是什么金枕头 不是什么黑刺 是猫山王 猫猫 OK